好啦,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Photoshop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基本操作这一块呢,我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简单的工具操作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Photoshop最基本的工具操作与技巧 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图层的原理,即是一些操作 然后最后我再讲一下参考线,即是一些辅助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工具的操作 Photoshop,我已经把它打开了,并且呢,已经打开了这样一个PSD文件 那简单的工具,重点,我们先来看整个Photoshop的窗口 最上面这一栏叫菜单栏 第二行是属性 那么是什么属性呢?我们会发现,随着我们选取不同的工具 属性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这就说明,哦,对于不同的工具,它有不同的属性 那么用不同的属性,我们操作肯定有不同的效果 大家也知道,左边这一栏叫工具栏 右边还有一些我们的其他人面板 那这一块的话,现在我们的图层 通道,路径,颜色色版这一块 那当然,我可以从窗口这里工作区,我可以把它复位,复位一下,让它变为默认的 好,这样就是一个默认的 当然,平常的Photoshop操作很少会用到酷调整 样式虽然会用得到一部分 不过相对而言,现在对于设计师来说更多还是喜欢原创 所以我们很少会用得到,那往往都会把这块给它关闭 这有个好处,让我们的第一屏图层显示了多一些,便是我们的操作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工具 第一个工具,移动工具 在上一节,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移动 我们把它移过来,移过去 那么注意,它的移动是像素移动 比如说,我选中了这个零基础 好,选中这个图层 然后我来移动鼠标 我们会发现,它会把自己本身给移动了 好,这个是像素移动 第二个工具 那么移动工具,如果我们在多个图层当中选中 比如说我按住Ctrl键 我按住Ctrl键,然后再选中下面这一个图层 这样我选择了两个图层 我们会发现它后面多出了几块 这是对齐 对齐 比如说我点居中对齐 注意看,第二个图层是我们的这一排字 直通web前段工程师 第一个图层是我们的零基础 这三个字 当我单击居中对齐的时候 这两个图层直接它们会居中对齐 那么当然左对齐,右对齐也是一样的 那同样在这一块,顶部对齐 OK,它们两个在同一条线上 底部对齐下面这一条 如果中部对齐,好了 它们的中左线在一块了 行,这个是移动工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选区工具 大概选区工具 选区工具,选区,选区 顾名思义 我们选这种一块区域 对吧 好,我把它还原到最初状态 行,我们来看 我把图层给它关闭起来 然后我现在直接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概念可切图层 这样的话 好,我最上面的图层就已经包含了我所有的内容 那现在我们来看 对于这样一个图层而言 我现在画一块选区 好了 我画了这样一个选区 然后 我要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比如说红色吧 填充个红色 好,我要填充它 我要填充颜色 右键填充 我要填充的是什么呢 OK,我要填充的是前景色 红色 行 单机的时候 我发现 呀 填充进去的 它仅仅只是我们选中的这些部分 但如果没有选区 如果没有选区 我们来看 它这里直接就没有填充 直接没有填充 那填充应该是哪一个工具 我稍后再讲 由此可见 选区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对于任何一个图层而言 我们针对图层 然后我们一旦有了选区 那行 我们的工具的操作都是针对选区的内部 好,我回头再来看一下 那么针对这一块选区 我们会发现 在最上面 有这四个很常见的属性 为什么常见 等我讲到后面工具 你们会发现 好,当我选第一个选区 我鼠标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鼠标的右下角 有一个虚宽 那么我移动它 按住鼠标左键 来移动它 好,没有问题 那当我鼠标放在外面的时候 我再画一个选区 再画一个选区 当我画的时候 当我鼠标按下去的选区 哦,我之前的选区去哪里了 哎呀,我找不到了 咋办呢 哎呀,这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如果我现在要两块选区 该怎么办呢 好,我们可以用第二个 OK,用第二个 那我选的第一块选区 紧接着当我鼠标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右下角有一个加号 有个加号 那我们再来画第二个选区 我故意让它乘叠一下 我们看会是变成什么样 没错 乘叠的部分继续保留 然后呢 只要是我们画过的地方 它都有 那有加必然有减 我们来看 第三个就是减区 OK 像这样 它是不是就减区了 对吧 我画一部分 它就会减区掉一部分 好,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一块 该怎么能理解呢 它是个乘号 加和减我们很好理解 这个乘是什么回事呢 现在来看 我 从这里到这里画一块选区 当我鼠标放开的时候 仔细看我的线条 仔细看 咦,这是这一块了 那么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其实 对于刚才的选区 和我最后我画的这块选区 它们交叉的部分 重叠的部分 只有这一块 所以呢,最后一个是选区 两次画的选区当中 重叠的部分 那不信的话 我们再来看 好了,我画的这样一个矩形 那重叠的只有一小部分矩形 但我鼠标放开的时候 它就只有这一部分 好,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很容易理解吧 首先,世界上有一个人 世界上还有一个人 那么人与人之间有两类 一开始是受受不清的 好,大家都知道 这里有个男孩 这里有个女孩 对吧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但男孩和女孩 慢慢的了解了之后呢 他们两个就会在一起 在一起了之后 之间就会有一定的 共同的框架 那行,男孩认识了女孩 所以他的生活面更管 女孩认识了男孩 生活面也更管 但是由于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 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生活空间都会少了一部分 但是没关系 尽管少了一部分 他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结晶 那就是他们的孩子 好了 这就是选区当中的四大属性 注意 现在我们讲的两个 那当我把鼠标移上去 移动工具 鼠标移到这里 矩形选宽工具 那我一直都说是选区 选区 仔细看会发现 右下角有一个三角形 右下角一个三角形 这说明 这个工具它还有扩展 那我会发现有些工具 它还有扩展 有些工具是没有的 有扩展的我该怎么办呢 我按住鼠标左键 然后呢 它会弹出这样一块 补充光来 我们会发现有个椭圆工具 还有一个单行单列 行我们看一下椭圆工具 OK没有问题 我画出来的是圆 那我会发现 这里还有四块 它是依然存立 好 这个是圆的 那我们再看单行选择 那我鼠标单击一下 行 它选中了一行 那单列呢 我鼠标单击一下 它选中了一列 记住 无论是单行还是单列 它仅仅只是一个项数 那再回头来 我们再来看 矩形显框工具和椭圆工具都有个特点 其实 在整个photoshop当中 它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两个重要的快捷键 一个是shift的键 但我现在拉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矩形 那如果我画正方形 我按住shift的键 好 它就完全成为一个正方形 那同样 如果是椭圆工具 那如果我按住shift的键 好 我按住shift的键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正圆 好 那这里一定要注意 注意 我按住shift的键画好之后 我一定要先放开鼠标 再放开shift的键才成立 否则 如果现在按的时候 我们按住shift的键 它已经是个正圆了 但是一不小心 我先放了shift 它又变成椭圆 然后我再放开鼠标 那行 它又变成了一个椭圆 OK 所以呢 一切跟快捷键配合 一定要先放开鼠标左键 再放开我们的快捷键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来了 有的同学会问 那老师 我现在下来圆星在这里 该怎么画呢 你这个画的时候 我不知道圆星跑到哪里去了 它圆星不对 OK 那么还有一个快捷键叫ALT键 当我们鼠标放在这个点子的时候 按住ALT键 再拖动 我们就发现它的圆星一定就在那里 那很明显两个快捷键可以组合 ALT加shift的键 我现在组合拉开 行 就画了一个圆星就在我们的开始点 正圆 好 那么矩形选框工具 按住ALT键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自己揣摩 那在这里 再给大家讲两个小技巧 一个是shift的键和ALT键 我已经说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我画了一块矩形选区 我要增加另外一个 我每次要来点 我觉得很麻烦 那怎么办呢 记住按住shift的键 会自动默认为增加选区 增加选区之后 好行我拖动鼠标 记住 先放开鼠标 然后再放开shift的键 那我要检掉是哪一个键呢 聪明的学生一定想到 他一定说ALT键 OK按照ALT键 像这样他就放开了 OK 这两个键非常好用 那最后给大家讲一下 选区工具 它的快捷键是M键 比如说我现在是移动工具 然后我按一下M键 它就自动进入显虚工具 那么我现在要把它用成 椅圆工具 该怎么办呢 按住shift的键 再按一下M M键是它的快捷键 那么我按住shift的键 按M 我们会发现 我们仔细看这里 仔细看这里 仔细看这里 仔细看这里啊 我按住shift的键按M 好它变成椅圆 再按一下它变成矩形 好了 就是说按住shift的键 再按这个按键的快捷键 它会在我们的扩展当中 轮流切换 好 这就是我们的选区 那同样 我们的选区 我们会发现 它有个缺陷 要么是矩形 要么是植形 要么是植圆 要么就是一函 要么就是一树 那如果我想要一些 其他的形状 怎么办呢 继续看下面有个套手工具 套手工具 它也是选区的 比如说我现在想把这个人给套出来 行 我放大一些 放大 缩小 放大快捷键 Ctrl加加号 缩小快捷键 Ctrl加减号 然后按住控格键 鼠标变成小手 然后把它拖过来一点点 拖到屏幕的中间 好 然后我再放大一点点 现在我是套手工具 那我们来套一下 从这里开始 按一下鼠标 走键 不要放 然后呢我就可以现在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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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由于这个我鼠标有点不稳 所以呢 只能像这样套一下 好 大概就是这样的 行 行 现在走下来 然后 好 套下来一下 好 就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不规则行转的选序 好 我们再继续看 那如果现在加一块也是一样修复的键 好 按住修复的键 加一块 套多了一点点 我要去掉点 好 没事按住alt键 我按住alt键 然后呢 我再先这样一来一下 好了 就把这块取掉了 所以说 shift键跟alt键 针对选区 是通用的 那么套手工具 快捷键 我们发现它也有扩展 那么它有个都边形套手工具 都边形套手工具 是什么样的呢 注意看啊 我鼠标 我鼠标点的第一点 点的第一点 是不是这里就 有一条线条 好 仔细看一下 行我点一下 我再单击一下 我再单击一下 当我鼠标再回来 有时候会发现它有个圆圈 那么说明什么呢 闭合 也就是说我们的选区可以闭合了 好了 这样就画出一个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选区 那如果我韧性 我今天比较韧性 我点一下 再点一下 在这里 我点了第三下 我不想让它回来 该咋办呢 那最简单的方法 我在最后一个秒点的时候 我栓击 我在这里栓击 它依然可以形成一个闭合的选区 好 一定要明白 选区选区 既然是选区 那么它一定是一块区域 好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磁性套手工具 所以磁性套手工具 它会根据我们的颜色 来进行一定的判断 比如说我从这里开始套 套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会有一个一个的秒点 但是我套的时候 它会尽量把我的这条线 给它吸附到了我们的颜色的色差之间 这对于抠不规则图形 比较方便 仔细的同学已经发现 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是什么呢 对于这种很接应的地方 磁性套手工具有的时候不太好操作 那没事 我们可以多个工具配合使用 比如说在这里 我要把它套进去 我可以用多边形套手工具 然后按住shift键 好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 好 这样我们就把它加进去了 好了 这个很简单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快速选择工具 我现在要把这个人给抠出来 我要把它选出来 我可以用快速选择工具 看到我单击的时候 它把相同颜色的选择出来 好 到现在单击的时候 快速选择工具 就真正的我们是可以把它拖动 比如说我现在一拉 我们也发现很神奇 已经把这一块选中了 行 我在这里的我往上一拉 哎呀 他把这一块也选中了 好 我撤销一步 我们再看 我在这里点一下 不行 他还是会把这一块选中 因为快速选择工具是尽量是一块闭合的 那行 我再往下面拉一下 OK 这个人在这里 最快 好了 他就现在选中了 当然快速选择工具选出来的 还是有一定的地方是我们不要的 那没关系 有加就有减 我们有减号 然后呢在这里面是单击 好 这一块就去掉了 快速选择工具 我们是有快捷键 如果我们嫌这个画笔大和小 我们现在让它放大输小 它的快捷键呢 就是我们键盘上面的中括号或者大括号 大括号可能更多人是叫它花括号 对吧 好 那括号必然有左括号还有右括号 左括号 它是把它放小 右括号是把它放大 OK 那有的同学可能突然一下子 万的快捷键在哪里的话 没关系 在快速选择工具这里 我们会有个下拉菜单 我们单击下拉菜单里面可以去调节 它的大小 就是这样的 除了快速选择工具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叫模板工具 什么模板工具 它其实跟快速选择工具一样 但是快速选择工具有的时候 对于游戏地方 会往往选多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模板工具来去掉一部分 比如说我把刚才选区给它去掉 好 删除选区快捷键 Ctrl加D OK 行 现在我用模板来点 比如说我单击这里 好 没问题 它选中这块 单击 好 又选中这块 一块一块 它每一块都可以选中 我如果是想直接再继续选 还是一样的 按住shift的键 或者说我们改成这个也是一样 哪一个比较熟 就用哪一个 不过我建议大家是多用快捷键 好了 这就是模板选择工具 那么注意 接下来我说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三个工具 都是产生一个选区 模板 快捷键W 套索快捷键L 选区 快捷键M 这三块 都是可以给我们产生一个选区 那么选区它是站在图层当中的 我们选中哪一个图层 那么它就会针对这一个图层的选区的内部 进行比如说填充颜色的操作 那么可以有很多很多操作 比如说像填充 刚才的前景色 西证同学 你发现一下内容识别 好 当我单击的时候 刷 这个人就消失了 而且还会给你补充一些 这非常酷 就是不仔细看的话 会感觉没有痕迹 好 这是非常炫酷的 那当然我们还需要这个人 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选区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裁剪工具 就是这一个看上去形状 两条线 这一块 对吧 一看就是裁掉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先把选区给它去掉 现在我们来看裁剪工具 当我们单击的时候 会发现整个画部的周围 多了一些小的可控角 那么可控角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当我们拖动它的时候 变小了 变小了 那它到底是用于干嘛的呢 裁剪工具的属性栏 这里有个禁止符号 我们找一个对勾 我们知道这是取消 我们打一个对勾 那行 我们单击一下 对勾 我们会发现整个画部 只剩下了我们所宽重的区域 其他的地方都被裁掉 包括图层的缩裂图 它也变了 那裁剪工具的用途是干嘛的呢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 那就是裁出我们所需要的那一部分 单独的一部分 好 那除了像这样来裁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那又是什么呢 来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一步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 为什么180万IT学习者选 选择了木科网 好我们把这个按钮给它裁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鼠标的左上角有个小的加号 把它对齐 然后拖动鼠标左键 按住拖动鼠标左键 就可以拉出一块区域来 放开鼠标 好了这个界面 刚才我们已经出现过一次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当我单击对勾的时候 确实它就现在把它裁出来了 如果只想要这么小一块图片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把它裁出来 好我只要这一块 我裁这一块 然后保存导出 都仅仅就是这一块 OK 那这就是裁剪工具的用途 那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小技巧 比如说我们单击开始学习的这个图层 好我在选择工具当中 按住Ctrl来单击 当然现在我们是选不中的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图层给盖印了 对吧 我盖印了我把它隐藏一下 然后单击 好了选择这个图层 然后按住Ctrl键 在图层数列图层当中 按基数标左键 这样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选区 记住这会我们是选择工具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单击裁剪工具 会发现 它已经默认给我们的宽 宽到了我们的选区当中 然后该怎么办呢 按回车键 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好了 这个界面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那我们再单击对勾 或者我们直接按回车键 它就把它选出来了 这样可以根据图层 计算机自动来判断 选出我们想要的哪小部分图片 事情会快得多 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么一点点 来 我们回到干映图层的这里 好 我们把刚才我们玩的这个头 给它拿出来 还是一样 我把这块选区给它选出来 把选区选出来 好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快速选择工具 像这样拖动 选一下 好 这只手还没选中 选出来 这只手也没选中 好选中了 然后不需要的地方 我们给它去掉 好 这里就不管了 好 选中这样一个不规则的选区 但我们单击采检工具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会围绕我们的选区 选出了一个最小的矩形 好 就像这样 选中了我们 可以包含该选区内的所有像素 的一个最小矩形 那我们再这样这样 就可以裁出我们所需要这些部分的图片来 好 这是非常智能的识别 等我讲到后面的课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这里是非常实用的 那最后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小小的小技巧 比如说我把概念图层给它关闭 然后 我把这个零基础 这个图层给选中 好我们还是一样 要选择工具 选择该图层 然后 我要鼠标单击 我发现我已经选中了 它的像素 已经有选区 然后这会儿用采检工具 那么采检工具的快捷键 大家已经看到是C 好我按一下C 它自动定位到这 我们现在把它采检完 采检完成之后呢 我们知道单独的这个图层零基础 然后我按住ALT键 单击这个眼睛 会把其他图层全部隐藏 只留着这个图层 这样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单独这个图层的一个显影模式 那我们用它导出PNG图片 对吧 透明的那经常会用得到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采检工具 好了 现在我把它还原到最初的这一步来 那采检工具也有扩张 什么透视采检工具 切片工具 切片选择工具 那切片工具和切片选择工具 这两个工具在下一节 我讲到切图的时候 会重点讲解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吸管工具 当我单击的时候 点一下它 好了 我们看前景色是不是变了 我现在很想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那我点一下 OK 它变了 行下面还有一个3D材质标尺这一块 这些东西用的不是很多 那由于我们的课程不是以Photoshop基础课为主 所以呢 我就不再做更多的讲述 系列同学发现这里有一条线 说明上面 123456 6个工具 它是属于一个整体的 是属于一个整体 那下面的 12345678 这8个又是另外一方面的操作 下面4个 又是另外一方面 那我先把这6个 讲给大家 全部中选择 我们的检查 好 那我们的检查 完蛋的检查